而俄乌开战之后呢 许多国家也纷纷撤侨了 但是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城市设计师 叫王吉贤 他却选择继续留在乌克兰的奥德萨 他天天透过了影片 记录战火下的生活 你见过什么是导弹吗 什么是苏三 我在你脑袋上飞 每天走出阳台抬头一望 划过夜空的不是流星 而是一颗颗无情的飞弹 王吉贤是来自中国的城市设计师 2018年第一次到乌克兰出差 去年12月底开始定居奥德萨 没想到才安顿好 俄罗斯就全面开战 但他却丝毫没有撤离的想法 这是我们家 这是人叫乌克兰的土地 在乌克兰这个领土上 是乌克兰人该走 还是入侵者该走 他说留下来并非艰难的决定 王吉贤一边工作 一边拍摄YouTube影片 记录战火下的生活 但却因为力挺乌克兰的反战立场 遭到不少中国人围剿 甚至一系间 微博和微信账号全被封锁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Also don't care 直到他们不断地向我证明 他 我可以删掉你的言论 他 我可以让所有大陆的 顶尖的IT公司 在同一时间内封杀掉你 OK 我开始信了 为审先派莫名遭官方封杀 王吉贤愤怒 伤心 却不愿屈服 正因为生命的逝去就在身边上演 他深刻体会和平的可贵 很多事情比起听说 不如眼见为凭 用心感受 比起新闻联播 我更愿意相信 我打开窗户看到的事情 这场战争让王吉贤树敌无数 却同时感受到更多支持 台湾人的心 在这儿 死在这儿啊 很温暖 知道吗 就痛苦 各方送暖让他落下难而累 王吉贤坚持在胜利前不会离开 要继续在战火中向世界传递真相 三连新闻 陈真杰 许少珍采访报道